我來就打個炸藥桶就好了 炸到自己了啦 我把自己炸死了啦 切開喔 我們的靈蘭之劍呢 同時支援PC以及手機的版本 老爹目前用的是電腦 PC版的在玩 當然你也可以用手機版本來玩 革命式的正統派RPG 值得你來下載 龐大的故事線 角色立繪精緻度 跟像素推薦的精緻度也相當的高 那遊戲宅點呢 App Store、Google Play 跟官網的PC版本都有 都可以下載 禮包碼叫做 WenDaddy 數量有限 聽說 之前的禮包碼被人家領到沒有 五萬 樂土幣 出航 魚者的旅程 看我要出哪幾隻喔 王國之刃、洪准跟麥莎 全程戒嚴 所有人留在原地接受檢查 這條街道喔 一百五十二 先輕鬆鬆阿 麥莎每次行動後 都會為身邊生命值最少的友方恢復生命值 OK 這是麥莎的角色個性 好來 通過面板資訊可以查看 敵我雙方的具體技能及資料 麥莎的附近可以補血 打這個方木桌 喔 要把桌子打掉幹嘛 蛤? 自爆了欸 剛剛那個 那個小兵自己自爆了 哇 這個洪准的傷害沒那麼高 輕輕鬆鬆 蛤? 主角傷害不夠高 還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打不到 又是只能打這個桌子阿 喔 補血 這個麥莎的特性還蠻好用的 戰鬥勝利 我們的角色現在都是一級而已喔 升到二級 來看一下抽哪一匙比較好 最初的相遇 必得傳說 30次內必得一名傳說級的英雄 這個 路曼莎跟 烈奧尼德 機率提高 天真浪漫 科爾貝拉 這個是武器 好嘞 各位 傳說級英雄 直接開抽看會不會變得很好打 來 喔 皇帝 戰車 月亮 鞋子 女皇 命運之輪 命運之藥 愚者 魔術師 哪一個比較適合我呢 沒有盤子嗎 這裡面是沒有盤子的 沒有盤子 那就選一個 來個死神吧 開 有沒有 金弓相像 普通 這看起來就普通藥 喔 史詩角色 燃炎正銘各位 突擊騎士 神閃 這隻可以吧 這隻蠻帥的 這隻蠻帥的 這隻應該超級強喔 好這個普通的就不理他了 無法者長槍兵 這個就小兵嘛 小兵啊 這個新角色法國 法皇國兵術師 這看起來蠻帥的 不過他也是菁英而已 菁英的我不要 喔 菁英的我不要 欸這個好像可以用喔 這個菁英的可以用 這個還可以 這個王國軍火術師看起來是還可以 嗯 這個不行 這隻不行 這隻我不要 喔 史詩級的 倒吊人 煮火 這個可以啊 這個可以啊 這個好漂亮喔 這個絕對是阻力中的阻力啊 喔 暗夜 倒吊人 這個也可以啊 這個比剛剛那個更好啊 對吧 看得出來吧各位 你們看得出來這個比剛剛那個更強吧 對嗎 這個怎麼看都比剛剛那個強吧 對不對 我覺得 這個絕對是最強的 目前為止 怎麼這麼好抽喔 一次三個欸 抽一次就三個了 這麼好抽 好再來 第二次實抽 選牌選的好 喔 喔 就可以種一堆 強的角色 女皇 月亮 女技師 女者 戀人 好啦當一次惡魔好了 來惡魔 去去爸爸不要酒 開 來 金弓 想想 金銀 法皇國頭槍兵 這次看起來不行啊 再來 金銀 沒有用啊 這個不要 不要啊 普通的 普通的走開啊 來一個這個流星吧 來個流星吧 來個流星吧 有 黎明是女 暗星 黑暗之光 黎明是女 黑暗之光 這次看起來就超強的對吧 好可愛喔 好再來 又來 風暴神符 一發入魂 欸 欸 有欸 欸真的有欸 月亮 來了來了來了 第一打案力喔 看起來是蠻強的啦 這個魔鏡我抽到一堆耶 坦白說齁 史詩級的角色超好抽 開 欸有了 有了 拜託拜託拜託 太單擾哥 志願者 要祭司 追獵弓 史詩級的追獵弓 凝視法球 沉重鐵符 裝備是在哪裡裝 我看一下 還沒開耶 哇 要過完凌之四之後才才可以 欸那不然我們現在的陣容 推薦什麼 哥洛莉亞加拉維耶 再加賣莎 怎麼樣 馬上來實戰看看好不好 我們馬上來實戰看看 看強不強 我先換上 我們的 哥洛莉亞 還有拉維耶 賣莎有出戰 對啊賣莎就是奶了嘛 對不對 OKOKOK 喔 主角傷害還蠻高的 哇 好強喔 哇 這樣打不到人喔 好 聖槍祭圖 直接帶走 帥 打不到人 打不到人 哇 這隻打不到人耶 就打個炸藥桶就好了 我把自己炸死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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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了隊友都死光光了耶 怎麼辦 我好像GG了耶 欸我不會第一場就輸掉吧 不要這樣啊 不要這樣啊 趁緊做手 最後一組比賽 喔好險 差點自爆 我可以趁現在齁 把我的角色啊 稍微拉高一點 因為一級實在太低了 這樣就二級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有在用的就是 麥莎 哥洛莉亞 還有拉維耶 拉維耶也把他升級 新生祝福 喔 新生祝福 新手送的東西啦 欸 這個拉維耶用送的耶 所以你其實不用花錢抽耶 你只要完成今天的任務 他就送你了耶 欸不錯耶 這邊還有一個 要通關魚者的旅程 零之九之後 他會解鎖 好 那麼各位 今天老電玩的遊戲 叫做靈蘭之劍 為這和平的世界 那麼呢 遊戲呢同時支援 PC以及Marble裝置 那個 玩家的帳號支援 跨平台登錄喔 互相登錄 就是說你可以用電腦版的帳號 去登錄這個Marble裝置 也可以用Marble裝置的帳號 來登錄PC 那麼 革命式正統派的RPG 是遊戲的定位 感謝大家